Sawadikap 今次是konnichiwa 上次就已經介紹完去泰國要用的泰國先 相信去泰國的朋友都已經買好卡準備要飛了 準備去,但有未看的就記得快點去看 上次我們都實證了 我們不是真的只有講字 而是實實在在 幫大家親身去當地去實測SIM卡的速度 重新多一次,去就沒有我份了 今次Total 就有六款的SIM卡 分別就是深水埗街檔的Docomo 純日系的Docomo 3HK 再看兩張 和中國聯通 我們先講結論 有兩張卡,大家都是完全不用再考慮的 第一張就是中國聯通 速度上就完全不能給的了 所有地方的速度結果 全部都徘徊在6、7 還有一個是ERROR測不到 最快都只有15Mbps 價錢方面還不便宜 要108元 除開6GB,即是其實要18元一GB 速度又沒有,價錢又不低 我真的覺得完全不需要考慮它了 而另一張就是Joytel的Docomo 速度中規中矩,價錢50元 5日5GB 而是沒有減速無限數據 確確實實,10元一GB 其實給多20元,就真的有速度保證 又有減速無限數據 Joytel的Docomo 就真的不用考慮了 而最好的就是 因為它的數據量更多 而速度更快 而且幾個城市都夠穩定 想買日本旅行 要立即想知答案的話 你就要按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第一個選擇 想知為何,當然要繼續看下去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AD研究所 我們會繼續製作關於家居和科技的影片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的選擇 我們做得就當然不是客人 香港人大多數去日本 不外乎都是東京、大阪、福江、京都 這四個地方 我們都去了 落重本幫大家去運了這麼多個地方 不過重新多一次 我是沒有分去的 第一樣,我們都是看它們分別 可以用多少日和多少GIG 今次這六張 除了Joytel的Docomo之外 其他都是大大隻字寫著無限 但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被Fake 因為所謂的無限 其實是有限Quota 就像這張 寫著7G無限 但看到旁邊嗎? 有三粒英文字母 寫著FUP 其實意思就是 7G是正常的數據 但用完這7G之後就會減速 以超慢速的無限用數據 純日是Docomo 有30G可以用8日 深水部街檔的張 有5G可以用5日 三個張有7G可以用7日 而Joytel兩款都是5G用5日 聽完一大堆 有多少天 大家應該都聽到很亂 所以讓我幫大家脫開 最清晰地比較 應該一天可以用多少GIG 今次基本上 平均一天有1G 是純日系那張 平均一天可以用3.75G 所以如果以每日數據量來說 純日系超明顯超越另外5張遙遙領先 不過都不是只看平均每日數據 要看你去的日子 即是如果你去7天的話 就不能考慮5天的純日系 或者是深水部街檔的張 你說你是快閃的 只去3天 可能連5天都不夠 就可能真的掃閃都已經夠用 所以日子上大家真的要自己考慮清楚 雖然這一點可能你心想 大佬你當傻的嗎 我當然知道去8天 不能只買5天的SIM卡這麼蠢 我不是當大家是蠢 不過循例也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看漏眼 待會買錯日子 然後有幾天完全沒有數據用 要到處找免費Wi-Fi 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不會告訴大家 我也試過 另外要提一提的就是 那六張裡面 只有中國聯通那張 是送20分鐘的通話費用 當然不是給你用來煲電話燭 而是方便大家 萬一真的有什麼緊急需要 要打當地電話的話 都會有得打 不用騰了雞 不斷問人借電話之類 說了那麼久 我想大家都最想知道 究竟他們各自不同地方的速度又是怎樣 不說那麼多廢話 立即和大家逐個地方看看 首先不如一齊就來看看東京 相信說起東京 大家想到必去的 當然是富士山 所以我們已經在富士山的河口湖 和山中湖測試了 得出的數據 在河口湖測到最快的 就是Joytel Softbank Version 和順一系 都是大概下載82-89Mbps 而山中湖就是3最快 有107Mbps 而其次就是純日系 有76.5Mbps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地方因為都近 但是兩到同一張卡 測到的數據可以很延遲 例如再看看Softbank那一張 河口湖是最快的 但是山中湖是最慢的 所以為了公平 我們將這兩度的Test Result 除一個平衡數 應該是3和純日系 會是最快的 而第二個 我想都是同樣 沒有什麼人不認識的 就是上野 這裡又有好東西吃 又有博物館體 又有上野公園 唉 說得我都很想去 Anyway 這裡的Speed Test結果 純日系是遠遠超越其他五個 最少都快成一倍 最誇張是跟中國聯通比較 可以快成31倍 不過都不可以這麼快就下定了 就讓我們看看去每個地方 都一定必經的地方 就是東京的成田機場 速度上依然是純日系系 排第一位 而其次就是Joytel的Docomo Version 大概都是74或75Mbps 暫時東京的優勝者 都明顯是純日系Docomo 那麼我們就看看下一個地方 就是大阪了 一說起大阪 給大家一秒 立即想到的地方 環球影城 對啦 所以當然我們已經幫大家 去了環球影城赤速度 而另外也去了梅田站 因為那裡有多東西吃 又多東西買 亦都應該是大阪最複雜的地鐵站 相信每個人去大阪都會驚 再者 車站這些地方又多人又多干擾 看看結果會如何 首先看看環球影城 結果很明顯 就是深水埗街檔Docomo 85Mbps最快 不過東京優勝者 即是純日系Docomo 都不輸蝕 都有74Mbps 去到每天站 同樣結果呼之欲出 都是純日系Docomo 以及深水埗街檔Docomo 分別是141Mbps 和133Mbps 這兩張卡 真的在大阪來說 速度上 跟另外的四張 真的完全沒有得比 多數去大阪 因為近 所以都會順便去京都 所以立即和大家看看 京都的速度 今次我們稱為京都最忙的街河圓丁 來做Speed Test 可能因為真的比較多人 所以整體每一張卡的速度 都真的比較慢 只有Joytel的SoftBank Version 今次突圍而出了 去到145Mbps 說到這裏 去福光的朋友 應該已經等了很久了 事不宜遲 而立即說到福光的實測速度 我們去福光 去了天神幫大家做Test 我想純日是長勝將軍 又是他的速度最快 52Mbps之外 還要除了3接近少少 是33Mbps之外 其他所有都維持在單位數字的速度 都是1-6Mbps 所以綜合所有地方數據 我想都已經很清楚誰是第一 對了 就是純日是Docomo 無可方形 每一個地方的表現都真的不錯 算是最穩定那張 想買IP Camera 或者Smart Home 智能家居產品 可以去到得到QMark認證 Alanda.com好貨家 最重要的是 輸入我們AD研究所的限時 獨家優惠碼 Audience Digest 立即在額外的九五折優惠 快點按入Description box 享用優惠吧 不過當然 做人看錢都很重要 我們都要看看 每張卡的價錢 合不合大家的心意 首先 一分錢 一分貨 果然是沒有錯的 基本上 所有地方的速度 表現最好的 純日是Docomo 真是整體來說 最貴 要129元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它有的GIG數 比其他幾張多幾倍 它有30G 所以如果貴一點 都非常合理 而且除開 都只是1G 4.3 低度難 大阪玩的朋友 除了純日是Docomo 也可以看我們 深水埗街道買的Docomo 它70元 可以用5日5G 除開 大概是14元1G 就怎樣 都不夠純日是Docomo 不過 它的速度上 就完全OK 如果真是去5日 而又覺得自己 不需要用這麼多數據 1日1G 就足夠 就可以選擇 省下60元 而去福江 或者東京 整體速度排第2 3 都可以考慮 今次這張 就是7日7G 85元 除開 都是12元1G 就一樣 都一定超越不到 純日是Docomo 的速度 不過 12元1G 都算經濟實惠 因為比較 我們一開始 的機像素 它都是12元1日 但是只有500MB 所以覺得自己 沒有需要這麼多G 都可以選擇3 Joytel 的Docomo 開頭說過 一點都不吸引 不用想 至於Joytel Softbank 同樣都是5日5G 不過就有減速 無限 竟然更便宜 剛才我說 不用想到Docomo 那張 45元 除開就是9元1G 我就覺得 因為它速度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帶小朋友去旅行 將卡是買給他們的 而你想控制著他們 不讓他們用這麼多數據 所以速度慢都完全無所謂 OK 可以考慮買這一張 舉個例 我們在東京機場 檢查到的速度 就只有0.07MBps 小朋友一落機發現 打機連遊戲都入不了 應該就會馬上不想玩了 所以總括來說 給大家看一個總表 真是無可否認 純日是Docomo 一定是終極的大贏家 抵玩 我們今天介紹過的 所有SIM卡資料 就已經放在Description box 要去旅行的大家 可以再看清楚 然後適合心水 就去買了 然後再祝大家 回鄉下玩得開心 去富士山 拍多點美照 到處吃多點好東西 大家想我們橫評 下次測試什麼產品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Sayonara